在水路法会中 大众也可以按照个人相应的法门 选择弹场用功 在水路法会里 大众歌手主师的所教 一心专念也能为自己的修行加分 达到身口一三叶清静 不其度人而自度人 不其利益而自利益 这也才是参加水路法会的重要课题与精神 是参加水路法会的精神做 这样子参加水路法会的精神 所以自过以来 做这个水路法会的感免很多就对了 这一点的时间我也没想到他讲就对了 这个水路法会的意义 要分成莱卧庭 莱卧庭的水路仪过 这些水路仪过 这个季庚三叶清 三年中间做这本水路仪轨 这些水路仪轨里面可以说 这个方庆宿性六环 我们就说上庭有十式 下庭有十四式 这上庭有庚庭宿性到佛法祝天 我发现 下庭内 那是红庆 这个六道仲星 这下庭在内 有这个红庆才的过分 雪路法会广设珠坛 所送池的经典 几乎涵盖了汉传佛教重要的典籍 而珠坛持送经典 与佛式内容皆各有特色 与会大众可以在法会期间 依照个人所相应的法门 选择坛成精进用功 时放新闻 郭一文许建一高雄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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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